恋恋有爱 山海城 运助我们的基隆市112年市民联合婚礼活动圆满成功 画面上是基隆市联合婚礼的宣传记者会 市府特别安排青年男女担任联合婚礼的宣传大使 今年的联合婚礼将在基隆港最美的空中花园 利都迭克花园举行 市府民阵处欢迎涉及在基隆 或是在基隆工作的准新人 踊跃透过线上报名参加 限额50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 就是让新人有一个 就是可以省下庞大的筹备的经费 然后也让参与的人可以一起 就是沾沾喜气这样 对对对也可以省钱 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参加的权利 就可以大家一提这样 整个基隆就可以 我觉得很好 把迭克花园就是屋顶的空中花园来办理 这个地方是我们临近海港 非常展现出基隆港都 还有可能有机会在邮轮的身旁来办理联合婚礼 联合婚礼的用意有几个呢 第一个是我们要鼓励大家乐婚 快乐的来结婚 第二个呢 透过联合婚礼符合现代SDGS永续环保的概念 在大家在节省我们婚礼繁杂的程序同时 基隆市政府每一年都藉由联合婚礼集团结婚的方式 由我们市长来主持让整个婚礼非常的隆重 但是对新人来讲以及新人的眷属来讲 节省掉很多繁杂的程序 那在这边要特别来呼吁我们基隆市在地的青年朋友 即便你是在基隆工作 户籍不在基隆 能够提出你在基隆工作的证明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 总共对数有50对 那这一次呢 我们主要是从 就是从今天是7月11号的11点钟 我们开放线上报名 然后进行呢 为期一个月到8月11号截止 那这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有超过50对的新人的话呢 会采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那同时呢 在过去我们上个月有举办的那个就是单身联谊活动 有参加的报名者 也会有优先排名的这个机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 特别感谢基隆市唯一有月老的清安宫 也特别赞助了我们这次的婚礼 联合婚礼的这个活动 而今年我们会朝向于 第一个会有基本的这个参加奖 那参加奖以我们的家庭用品为主 那可能会超过一样 超两样的目标来迈进 第二个呢 我们会新人最喜欢的出国旅游啊 住饭店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餐券等等的 我们也会来做张罗跟准备 希望准备更丰富的奖品 以及参加奖摸彩品 来提供给参加的联合婚礼的新人们 民政处长张渊祥 特别感谢在地团体与企业共同赞助 提供联合婚礼的结婚贺礼 与丰富的摸彩豪礼 期望透过一系列的未婚联谊活动 与联合婚礼的举办 来鼓励青年男女幸福成家 组成美满家庭 也借此提升生育率 减少少子化的问题 记者陈淑萍李亮洁采访报导